你好 他們叫我拉你頭髮 他們告訴我你很毒 你真的好喜歡這個夾子 夾子 我覺得那個16歲的男孩 選中機率比較大 18歲的歌 選同的代理比我 他的歌挺好聽的 我的歌挺俗的 就是有點洗腦 在廁所 我覺得這種心情很忐忑 我覺得我們這兩首歌 都是比較容易流行的那種 歌手們已經做出了他們的選擇 接下來是你的選擇時間了 樂想機制 樂想嗨哥 vivo智能手機 K歌之王X5 邀你繼續我們的節目互動 猜一猜究竟歌手 會選擇哪一首歌 作為他衝進年度 嗨哥桂冠的那個曲目呢 趕緊把你的答案告訴我們 就有機會獲得 vivo智能手機 K歌之王X5 歡迎來到騰訊視頻 這裡是大型原創音樂 真人秀嗨哥 本節目由AMG GT高興能 風尚中級車獨家全程冠名播出 本節目由vivo智能手機 K歌之王X5 互動冠名播出 各位好 我是理想 在上周 周專雄跟順子來到了嗨哥 他們在六個集裝箱當中 分別圈訂了兩首歌 周專雄選定的是 蕭人鳳創作的 Baby I Love You 以及烏拉端創作的 好久不見 順子選擇的是 學院的差一點 和劉全全的來年 但是今天 兩位只能各選擇 其中一首 作為他們的年度嗨哥 發表在我們現場和 網絡當中所有的網友面前 究竟他們的選擇會是什麼 而我們的所有的網友 你們最喜歡的 嗨哥又是哪一首呢 趕緊通過我們的互動方式 來把你心中的那首 專屬嗨哥告訴我們 看看你的選擇 是否會跟周專雄和順子一致 好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我們向好音樂 大聲Say Hi的時段了 好 感謝每一位來到嗨哥的 優秀的音樂創作者 所以每一期我們都要隆重的 介紹他們 首先介紹大家認識的是 創作了Baby I Love You的 蕭人鳳 歡迎他 你好 歡迎 你好 你好 在上周 這首歌被周傳雄老師選到 是 那今天呢有可能 他會在舞臺上表演你這首歌 假設現在你對面 這個鏡頭就是周傳雄老師 你有什麼先要跟他講的沒有 老師我非常希望你可以選擇我的歌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當然就 就還是勉強接受吧 就是勉強接受 好現在他在後台 才能聽到你把壓力給到他了 真的嗎 沒關係 就把壓力給到他好了 是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外一位 會不會把壓力也給到他好嗎 好 好 我們靜靜等待一下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這一位呢 就是同時也被周傳雄老師 鎖定了他的創作的 這位就是烏拉頓 他創作了好久不見 歡迎烏拉頓 剛才你有聽到肖仁鳳說 他一不留神就把壓力給到了周傳雄老師 你呢 我還是 我是個善良的人 所以 那個周傳雄老師 真的非常感 感謝他能選擇我的歌 所以今天其實 因為我們的作品我覺得都很好 對 所以 就當是聽一首 特別好聽的歌 然後全新的我們的作品 的心情我覺得就好 就是一個真正的音樂人的聚會 跟交流的平台 對 沒錯 好的 周傳雄老師你應該聽到了 當然我們現在不要把壓力先給了他 因為過去一星期他承受了很多壓力 我們先來看看過去的七天 他為了準備今天要發布的這首嗨歌 他的準備嗨嗨時刻 兩位好 兩位好 哈囉 你好 因為我對你們剛才那個 剎那間的了解還不夠 我們可能今天要再深入更了解一點 那 那烏拉多恩你先跟我進來吧 好的 那蕭瑞通你先坐一會好不好 好 你又來了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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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你聽一下 聽一下 他不用聽了 他知道他 不聽了 他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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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剛 你超噁心的 假裝要讓女生 結果刺激人家 聽說你是滿足的 對 我是相擺其他 相擺其他 相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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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相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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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出來了嗎 你還是會希望 自己的歌是被選中 被改的那個 你好久不見 對 就有那個 有那個提出來 對 因為你反正 你的旋律的它那個落差 你有沒有學過一個-E 就是你A段的音 比跟B段的音 最好有一個落差 如果你要副歌的話 音要 對 要高一些 它在我的A段和B段 那個中間的連接過程中 它很快地感受到 應該稍微拖一下 然後把這個B段馬上推 然後感受到的那種 高潮的感覺更強烈一些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對的 一下子就把我的作品 整個拉開了 好的 好 那謝謝你 謝謝 然後我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好 好不好 希望能夠 擦出好的火花 好 謝謝小燦老師 謝謝 好 那我們請這個 蕭仁鳳來吧 你也太快了吧 運氣太好啦 真的假的 運氣太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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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覺得這個B段好像有點長 有點長是不是 我覺得有點長 我覺得 怕會加重聽者的負擔 就是說 因為你剛聽第一遍歌的時候 就是聽它的Hook 聽它的記憶點 然後聽它的情感嘛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B段 我們到時候稍微做短一點 好啊 可以啊 對不對 可以啊 你再談一下Bridge 我再聽一下 當我聽到 小康老師這麼講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放心的 就是我覺得小康老師 還有抓到這首歌的層次跟精神 其實我就放心了這樣子 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其實兩首歌的風格 我都很喜歡 但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糾結 很 就是 覺得 捲了這一位創作者 又對不起另外一位創作者 我就開始 比較慎重 然後比較猶豫啦 這樣 好